比VSPEC 贵到5000块 为的是这一个字 Hello 大家好 我是Automarchi的Parko 如果最近你有预算10万 要买一台B-Segment的新车 不用想了 最安全最理想的选择 就是我什么样的这一台 Honda City Ice Patrol 那这台City Ice Patrol呢 它售价为99,900 当然它有其他的variant 就比如SPEC的话呢 它就是84,900 再来就是 E-SPEC的 89,900 再来最后的就是 V-SPEC的 94,900 当然它还有 RX的Hybrid版本 售价为11,900 所以总共有5个款 够选择 那为什么我说这台车 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呢 因为第一个就是 它是Honda Malaysia的新车 它有5年的VNT 第二就是 以后你想要卖出去的话呢 它的价格 二手价在 Malaysia 也是非常的高 RX Patrol版本 跟RX Hybrid版本的车 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它有一个分别 就是它的前面的这个logo呢 如果是Hybrid 它是会有蓝色的边 RX Patrol版本 是4个PATRO版本里面的最高配 那RX版本呢 跟其他的版本 有什么不一样呢 RX版本哦 它的bumper前面这里 的Sport Grill呢 它是用Honeycomb 来做这个设计的 之后 车头灯 它也是做一个 熏黑的设计 还有整台车 都是dechrome了 就是说 所有东西 它都用成一个 Piano Black 来做一个finishing 再来就是 从RX的车身上你可以看到的就是 有一个黑色的sub mirror wing RX版本的门版呢 它就跟车身的颜色 而其他比较低配的版本呢 它是用chrome 或是黑色 然后只有V spec跟RX spec 会有fork light 之后呢 RX spec的话 它的bumper下面这里 有一点不一样的设计 下面这里呢 它会有个carbon fiber的finishing 然后整台车看起来 有没有一点点像mini的Civic的感觉呢 你知道吗 其实Honda City 在B segment里面 其实它算是车身最长的一台 不过呢 它的轴距却是最短的 那有个好处就是 它的轴距短的话呢 它在路上操控的时候就比较灵活 不好的东西就是 可能它里面的脚步空间会比较小一点 不过是不是真的会小一点呢 等下我们再看看 那轮毂方面呢 它是16寸的 然后轮胎的尺寸是185 55 前后都一样 当然如果是低配的话呢 它是用15寸的轮毂 那虽然我说这台车 它有5年的W&D 可是哦 Yusua跟轮胎 它都是 是在一个way and pay的这个范围里面的 所以它是没有包括在你的W&D 要是在哪一个月里面呢 你刚刚好的这个budget里面 无端让你轮胎爆胎啊 你要多付一笔钱去换轮胎的话呢 你放心 16寸的轮胎 再加上是150 56寸的话呢 在市场上你可以找到 可能两三百块 你就可以换一条 所以呢负担也不会太大 车尾部分呢 跟RS hybrid的话 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logo呢 如果是hybrid 有蓝边 跟前头一样 还有就是如果是hybrid的话呢 它的RS 旁边还有一个 EHEV的一个小emblem 不过哦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RS petrol的尾箱容量为519 如果是RS hybrid的话呢 它的尾箱容量才400多而已 不过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Hybrid并没有 Spaire Diaries 而只有所有的Petro version 它才有这个Spaire Diaries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东西就是 它的椅背是可以倾倒的 而且它是64的 就是 拉着两边的话呢 它就可以把它倒下去 我先示范一下 把这个来拉的话呢 前面椅背 就可以倾倒下来了 非常的方便 那我想问一问呢 有没有Honda City的车主呢 有没有发现呢 我从车尾这里拉 然后我还要走到前面去 把椅背拉下来的倾倒的 这个动作不够优雅呢 不过 总好过不能倾倒吧 那车头那么好看 那么的Spaire Diaries 没有可能车尾是平平坦坦的吧 然后这台车的车尾这里哦 后面有这个略为夸张一点点的 RS Diffuser 还有它有这一个 类似carbon fiber的这个设计哦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动力方面是来自 Honda IPTEC 1.5L 自然进气引擎 然后最大的马力为 121匹 峰值扭矩145 然后你知道吗 121匹马力哦 是同级B segment中 马力是最大的一台 这副引擎呢 搭配的是 7速的CVT 然后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油耗表现 因为它的官方宣称 它只是需要 5.4L per 100km 而已 所以每个月除了省下你的维修费之外呢 你还可以省下很多很多的 汽油的开销 Piger包裹的座椅呢 只有在 V跟 RS的 Spaire里面才会有的 而 RS spec呢 它里面 跟V spec不一样的就是 它前面有着一个 TFT的半数位仪表 怎么说是半数位呢 其实它是一半哦 它是数位的 然后一半它是 Analog的 这个速度仪表 中央这个控制台这里呢 它是 支配着一个 无线的Apple CarPlay 跟Android 然后这个只有 RS里面可以看到 不过好的东西就是 全车系都有 HONDA Sensing 还有全车系 都有 Pedal Shifter 冷气控制台呢 就跟 Pre-Face Shift的时候一模一样 不过呢 这次它更改了一点东西 就是它在它的细节方面 比如说呢 我把那个温度调低的话呢 它就会变蓝色 如果我把那个温度变高的话呢 调高的话 它就变成红色 那这时候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 如果我很快速的把红蓝叹在一起 它会变紫色吗 我们试一试 那么除了这样的好玩的这个冷气 控制台之外呢 V spec跟RS呢 它全车有8个扬声器 就是你听歌听起来会比较立体 比较好听一点的 然后V spec跟RS呢 同样也是有这个 传统的手刹 然后只有V跟RS的版本呢 它才有后面的 Disk Brake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 电子手刹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买到 RS的Hybrid版本才会有 顺带一提 只有RS版本 才有这个HONDA Connect的 这个功能为标配 可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 全车系都配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的 这个跟车系统 ACC 可是呢 Low Speed Follow呢 只是在Hybrid版本才会有 那坐在后座 我181cm的身高 我坐在这里呢 我可以说是同机中 这款车是最宽 最舒服的 因为我的头部空间 是刚刚好 然后我的腿部空间 是非常的足够 再加上呢 这个椅背 它的那个倾斜度 是非常的舒服 感觉有一种在休息 在放松的这个情况 然后前面这里呢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下面还有Type-C 两个Type-C的 快充的充电口 那如果你购买一台 B-Segment的新车的话呢 除了动力方面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你的乘坐的舒适感 还有整台车的安全性 这是我第一次坐进这台车里面 就是定有看到东西 我坐进来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这台车的质感是蛮好的 虽然 它还是有那个B-Segment的那一种 小粘质的那种小扎音啊 一点点的 不过它已经把它做到很 minimum 我觉得是质感是蛮高的 比起我之前我有 开过朋友的就是 可能2017年的Hona City的话 这台跟那一台比较的话相差太远了 这台感觉是 贵了一个档次 好 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试一试车 来看看这台车的感觉是怎样的 它的排干档可以调去D或到G-S 它的排干档可以调去D或到G-S 当然S就是我们的Sport Mode 然后现在我们要 我们DRIVE 看它的舒适感的话 我就不调G-S了 它其实这台车你开起来 就感觉那个底盘比之前 扎实了很多 就相同的你就会感觉到 你非常的有安全感 而且我觉得这一代的隔音表现 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是进步了很多很多 当我开起来这台车 我是觉得它的车脚方面 比同级的是扎实很多 所以有些 D-Segment的车就开起来 因为它太注重在那个舒适度 它就把整台车变得偏软了一些 这台车 开起来其实是 蛮扎实的 然后它的这台车 1.5L NA 它的胶速表现是 蛮线性的 你就感觉它不会 就是很爆的那种感觉 可是它就是 非常非常的平顺平滑的走 可是当你去高速的时候呢 它是越走越快的 而且也是越走越稳 所以这台车 非常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是 热厂用的 Lady-used的 或者是你的 在家人的话 这台车就真的是 非常适合 就是一台 中规中矩的 B-Segment车 那这台B-Segment主打实用性的 Honda City 其实它也有着 它的Honda的 焦足的这个操控性 怎么说呢 就是这台车 虽然它是很舒服 很实用 可是它也是有那一种操控的 那种 灵魂在 就是你 开着车的时候 你手握着方向盘的那个路感的回馈 也是给到非常的到位的 所以这台车就是 你一个配套买两种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舒适与动力 集合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 总结来说这台车是 10万以内的新车的话 这台车真的是一个 蛮安全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如果你跟你身边的人说你要买一台车 你的budget在10万以内的话呢 肯定有很多声音 叫你买这个买那个的 不过如果你说你要的一台车 是新车 10万以内的新车的话呢 那你的选择就会变小了 而你的选项里面呢 排在前三名的肯定有它的份吧 如果是你的话 99,900你会选择 Honda City的RS Petrol吗 留言给我知道 以上就是我这一期的影片介绍 喜欢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哦 谢谢大家 多多支持本地创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丰月 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丰月